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有一支军事武装拥有素质优良的人员 装备精良的武器 加上庞大的编织 时期一度被称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但有趣的是 这样一支部队却不是正规军 而是隶属于财政部管辖之下的税警 然而就是一群由警察组成的部队 却承担起了日后出国作战的重任 甚至在缅甸战场 取得了打击日军的骄人成绩 他就是中国运征军 新编第38世代前身 税警总团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部队 他又如何成为中国军队里 首屈一指的存在呢 税警总团的来源 是财政部所属的延务机司警察 简称延警 他的任务是延务保产 护运 警卫及救司 这其中一大部分来源 靠的就是税收 而延税收入则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 因此延税救司就成为 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重要工作事项之一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 延的走私十分猖獗 一旦加大救司力度 触及利益集团 往往就会发生血案 一些地区的延务机司负责人 或者机司对头目 被暗杀的事件屡有发生 一些官僚甚至还与黑势力勾结 导致机司形同蓄设 1927年 孙科接任财政部长后 为加强机司力度 开始大力改革延务机司体制 他裁兵机构 裁监人员 调换人员 并在已有一定规模的 十个机司营中 调任一批黄埔军校的 毕业生虫囊骨干 使机司武装向军队化的 方向发展 到1928年 宋泽文接任财政部长后 又抽调大量黄埔军校 毕业生进入机司部队任职 对于招募严谨的要求 财政部也制定了新的标准 要求所有应征人员 必须拥有私塾及以上学历 并规定 刚刚入队的警员 最多可达九个月的试用期 如不胜任 就会予以轻退 在这种考核制度之下 基层严谨的素质 反而要高于军队的士兵 此外 财政部为使陆用职员 实行办事 不敢为非 也给予了远高陆军士兵 和其他金融的待遇 这一模式 为后来空军建军 提供了参考基础 1929年3月 财政部队延误基司提示 做出新的改革 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是将江浙两省的 基司武装独立出来 原本的基司 已经改组为大队 1930年1月 宋子文决定 在盐务署下面 成立基司处 下分总务 机要 组务 经理四个 保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陷阱教导总队少将 兼国民政府警卫司 金佩教导队队长 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 温应兴 兼任出扎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 宋子文成立基司处的目的是 整顿盐务基司内部纪律 打击腐败 提高办事效率 也就是说 这支武装的任务 类似于军队中的宪兵 温应兴在位于上海的 基司处正式救折之后 为使延误基司武装 改头换面 在松江成立基司教练所 招收县职军警175名 组成军官素贞教育 为基司部队储备下级干部 与此同时 在温应兴的介绍下 一批留学美国军校的 毕业生陆续加入 1930年3月 温应兴组成两个基司总队 每个总队辖四个大队 大队辖四个中队 中队辖三个小队 总计一个总队 拥有48个小组 每个小队都配备了 有一个牌的士兵 分驻上海和松江整训 6月15日 温应兴以两个总队为基础 改编基司处直辖的 特务第一团和第二团 原有大队 中队 小队 分改为称赢 连 排 另在扬州增边 特务第三团和独立赢 8月1日 瑞京总队进一步扩充 从东北奖舞堂抽调的74名毕业生 进入基司教练所受训 并在这74人毕业后 分边派入各团任职 10月9日 特务第四团宣告成立 10月16日 四个特务团 河边成为基司处特务旅 由温应兴兼任旅长 当时的特务 虽然是财政部所属的军事武装 但编制 效仿陆军 所属人员的级别 也都有警线改为军衔 由于原先的军事主管温应兴 身兼陆军宪兵 和财政部严谨武装数值 使宪兵军官和严谨武装的关系 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为了使严谨武装能够真正的独立 宋泽文决定正式成立 财务部税兵总团 并取消了特务资养 改为步兵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团 由自己的嫡系王庚为总团长 一个月后 炮兵营 弓兵营 补充营 河边为特种兵 为了快速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宋泽文特地从财政收入里 划布专门经费 并通过八国财团的赞助 从德国购买了一批M1932毛色手枪 1924式毛色步枪 ZB26勤机枪和马克庆重机枪 专门聘请八名德国退役军官 担任军事顾问 协助训练 这时总团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即使是当时中央军的嫡系部队 都相性见出 在军官构成上 除了美国 日本和国内军校的优秀毕业生外 英国和法国军事留学生 也开始在中级军域中充当要职 这也使总团被戏称为多国联军 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在当时就有军事天赋的军官 纷纷愿意加入税景总团 这其中 便有时任特种兵团的团长孙丽仁 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梁启超第三子 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梁思忠 有这种充足的资金供应 以及这样一批精锐人才的税景总团 很快就成为了全军首屈一指的存在 全团总人数更是达到了三万余人 然而功高震主 税景总团的强大 很快引起了有心之人的怀疑 坊间传闻 宋子文成立总团的目的是自建武装 别有所图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宋子文于12月10日 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 他所拥有的税景总团 也在16日交付军方改变 税景总团就这样从财政部脱离 被正式列入陆军建制 而税景总团也即将迎来 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耻辱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31年9月18日 日军在沈阳突然发动918事变 事变发生后 举国震惊 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政府组织抵抗 并收复失地 税景总团异地交请愿书 希望能调往东北三战 但迟迟没有下文 10月7日 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总团第三团排长 康宝森深感国破家王 满怀一份 他在无法达成北上参战的希望后 开枪自杀 以名其职 康宝森自杀后 第三团于12日 在龙华举办追悼大会 参会者达2000余人 纷纷誓言要奋斗到底 为康烈士复仇 12月16日 税景总团奉命 缩编为国民政府警卫第二师 独立旅 根据军政部的命令 原总团长王庚改任独立旅旅长 所属五个团改编为三个 不过蒋介石的下野 却影响到了这次改编 因为国民政府将警卫军旗所属的第一师和第二师 也撤销了番号 这就使税景总团的建制 仍然得以为之 1月11日 国民政府警卫第二师 确定改番号为陆军第八师 税景总团也因此变化 而被予以了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的新番号 但在实际改编中 民意上离职 却仍然对总团有实际控制权的宋子文 却安示总团 拖延改编进度 依然维持第四团和特种兵团的存在 对此 军臣不曾表示异议 并再次下令第八十八师独立旅 完成缩边任务 不想松护抗战的爆发 再次改变了该部的命运 1月28日夜 日本驻户海军陆战队 突然对中国驻军第十九陆军发起进攻 当即遭到守军顽强抵抗 双方一直僵持到29日凌晨 29日凌晨1时 第十九陆军军长蔡廷措等人 向全国各界发出联名通电 表示正当防卫 捍卫国土 是其天职 2月5日 位于松江待命的睡省总团 接到了宋子文的电力 令睡省总团暂归第十九陆军指挥 23日 睡省总团第二团 奉命于第六十一师三个团 接铁游军第八十八师妙行陈地 受该师副师长张勋指挥 从23日战至25日 第二团在防区内屡次击退日军第九师团的进攻 并俘虏一名日军士兵 26日 第二团因连战三日 伤亡较大 奉命后撤整修 总团长王庚 抽调第三团第一营 开赴前线 援助二团 但仅过一天 第二团又根据战况需要 被调到北战 接替友军防御 就在第二团再次开往前线时 总团长王庚却擅持离手 前往公共租建美国大使馆防友 结果被日防复活 战事正极 部队主将却擅持离手 并被敌方俘虏 这是多么的滑稽和可笑 并且这对睡省总团本身的军事士气来说 无异于灭顶之灾 从2月28日下午开始 睡省第二团又在阵地上与进攻的日军发生激战 但因为世纪低落 身亡惨重 军事部看出了睡省总团的事迹 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随电令旗撤出战场 3月4日 在国联大会的决议下 中日两国停战 松户抗战至此结束 据统计 睡省总团第二团 松户会战一战 负伤316人 阵亡226人 3月5日 总团奉命开赴昆山诊部 重新公开使用睡省总团的名称 并正式归还财政部管辖 首战的失败 为全团士兵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那么这支警察部队的命运 又将如何呢 1932年5月5日 中日两国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 睡省总团被调往海州整训 重新归还财政指挥 海州 是徐汇地区的中心地带 出产著名的淮盐 由于当地土匪众多 且以武装贩卖私盐为主 因此 盐宵的势力十分庞大 甚至连海关关口都不敢阻拦 自从前任总团长王根意外被俘 中央认为 这支优秀的军队 不能被宋泽文的财政部所完全掌控 于是命令革命元老 作战经验丰富的莫雄出任总团长 莫雄首先挑选金汉的侦察员 侦察延效的活动规律 据点设施 战斗力 以及地方官员的勾结详情 在经过三个月的情报搜集后 于9月命令各部分头出击 逐一剿灭延效局店 至1932年年底 海州匪患基本俗情 但因莫雄本非垂行总团嫡系 在政治斗战之下 1933年1月15日 宋泽文免去莫雄职务 派他出国考察 令调曾任为集资处处长 并为总团建设奠定基础的 温应兴接任总团长 温应兴到之后 加强军官和士官教育 并准备着手部队的继续扩变 但宋泽文因为 与蒋介石就财政不化 和是否投入对红军的作战意见不合 导致宋氏于1933年10月29日被灭职 总团不得不在新任团长 孔祥熙的命令下 开始新一轮的改变 以去送化 并在完成改变后 投入对红军的作战行动 在这次改变中 第一团改变为两怀祭司队脱离序列 原第二团团长谷鼎华 升任兴市的副总团长一职 原第四团和特种兵团 分别改成第一团和第四团 在各团改变时 温应兴将特种兵部队予以独立出来 使总团部直辖有炮兵营 弓兵营 通信营 私众营 高射机枪营 在此期间 睡醒总团的训练素质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曾在南昌举行的全国军队射击比赛中 囊括团队和个人的多项冠军 1936年1月31日 睡醒总团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扩大建制 在总团司令部增设两名副总团长 并将重新编回总团的两怀祭司队 和陆续增编的各独立步兵营 连改编为第五团 第六团 以及两个独立营 然而因为派系斗争 中央军队嫡系黄杰 又作为老蒋的嫡系将领 取代了温应兴的位置 黄杰为老蒋的嫡系将领 这使得睡醒总团相当多的控制权 被老蒋直接掌握 2月21日 温应兴奉调军事委员会中 将高级参谋所留的遗缺 调第20师师长 毕业于黄浦军下的黄杰继任 黄杰再次调整了兼职 将全军改组为第一支队 和第二支队司令部 将第一 第二 驻三团 编归第一支队 第四 第五 第六团 编归第二支队 分别由两名增设的副总团长 兼任支队司令 自此 睡醒总团完成了全部的改变 那么在黄杰的手上 这一支军队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他们又能否一血前吃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市便爆发 华北形势危急 在此情况下 日本位于青岛的海军陆战队 蠢蠢欲动 似有挑起战事的可能 青岛市市长沈宏烈 认为麾下海军及陆战队兵力禅弱 一旦日军发起进攻 将无法抵御 因此接电军事委员会 请求增兵协访 军事委员会考虑到青岛的特殊性 为使华北局势在可控范围内 决定调派非正规军番号的 瑞京总团第二支队 前往协访 总团长黄杰接到命令后 随即出发 随着海岸线布防 就在第二支队加清准备 以防日军进攻的时候 日本海军基础陆战队 带着日本侨民 于9月4日 开始陆续撤离青岛 这时青岛局舍得到缓和 9月15日 位于海处的总团部 接到军事委员会电令 蒋介石命令全团 全部兵力集结后 开赴上海参战 黄杰随即召集营以上的军官宣布命令 随即电召第二支队 立即返回海州 考虑到第二支队返回需要时间 黄杰决定 以第一支队所属部队 为第一梯队 总团部计各直属单位 为第二梯队 第二支队为第三梯队 陆续沿龙海 京浦 京护铁路 输送出发 各部陆续抵达目的地后 从10月3日起 瑞京总团 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以团委单位拆散使用 其中第一支队 前往运藻邦 协同友军作战 瑞京总团虽然装备好 但实战经验却很少 这使得部队一上火线 就吃尽了骨头 在运藻邦方向第二支队 所属的第四第五团 在团长孙丽仁和邱智记的指挥下 奋勇作战 但仅参战三天 便在日军优势活力的压制下 伤亡惨重 其中第四团第三营的阵地 几经易守 营长张在平 虽然身负重伤 但依然率领赶死队 投入白刃战 但阵地仍于五日俯晓 被日军突破 随其第二营的防线 又高不稳 这一情况追使第八师 投入最后一个营的预备队反攻 才重新稳固防线 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 见第四团和第五团上亡过半 只得命令两团退出阵地修正 在大场方向 第一支队和第六团 从十月九日开始与日军发生激战 第一支队起初时 还能乘着反击 但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 接连数天上亡惨重 第六团初上战场 就遭到日军优势火力和部队的猛攻 团长钟宝胜 虽在一线督战坚持不退 但达到十二日时 所不仅剩一营的兵力 因此第一支队和第六团 皆在十四日被调离阵地 开服苏州河南岸修正 十月二十六日 日军进退苏州问 稍事修正并得到 千余补充兵力的税兵总团 于此时再次被调往前线参加战斗 十月三十日 日军全线对聚首苏州河南岸的 中国军队发起猛攻 税情总团全体官兵 为洗刷出战的耻辱 纷纷处理死战 这其中以周家桥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 日军从此地接连发起七次强度 都被守军击退 此后 日军凭借优势火力 仍然继续发起强攻 税情总团所在阵地攻势 大半为之摧毁 三十一日夜 日军偷赌刘家宅 守军近一小时苦战 终被日军突破 十一月一日 第五团奉命反攻刘家宅 未能成功 团长邱之际 也在二日的战斗中阵亡 刘家宅的丢失 使周家桥阵地成为最重要的支撑点 第二支队司令孙丽仁 亲自为战 以身受重伤 坚持这三日 税情总团阵地 终交由第三十六十阶梯 其残部撤到了徐家会休整 鉴于总团伤亡惨重 黄杰不得不将部队再次作变 十一月八日 税情总团残部 奉命撤离宋户战场 向镇江转移 据战后统计 税情总团此次会战 阵亡四千三百三十三人 其中军官一百九十人 一九三八年 在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下 改变为陆军第四十军 先后参加过武汉会战 冬季攻势 浙干会战 第四十师成立后的边余人员 以及在宋户会战中 富商全域的官兵 为了推系税情总团的血脉 在孙利仁的号召下 于1938年3月1日 在长沙成立延务司总队 由孙氏担任总队长 1942年 孙利仁将军带领着这支部队 至缅甸抗战 取得了仁安枪大捷 1943年 新编三十八师 又在孙利仁的指挥下 反攻缅甸 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 并首次夺取了日军的官方大营 这支曾经的警察部队 一战成名